北市府传出了小内阁异动 女性副市长周立芳 以学术生涯考量为由 闪电请辞获准 副市长的位置重缺 市府内部传出 幕僚正在安排联系 曾经征询过的澳美集团 大中华区首席执行长庄淑芬 时隔了一年 似乎又成为了热门人选 一早出现在市府楼梯间 面对记者轮番问 台北市长柯文哲 不知是爬得气喘吁吁 还是刻意回避媒体问题 嘴巴壁紧紧 但副市长周立芳 已经以学术生涯考量 确定请辞 在这个时间点 地辞呈 难道跟议员的首长满意度调查 排名倒数第三有关系 完成阶段性的任务 然后所以基于学术生涯的考量 跟市长提出 希望能够回到学校 面对外界质疑 还自备图表说明 强调是完成阶段性任务 只不过周立芳上任以来 不断传出做事太过小心 而影响效率 市府内部也盛传 选后北市府的小内阁 将大换血 我们看看选举完 有没有什么人事移动 在做最后总处理 人事真的会大洗牌吗 其实不止周立芳 不到一个礼拜之前 柯文哲的左右手之一 市府顾问洪志坤 也以想休息为由请辞获准 而且两个人的人事案 统统在选后生效 选后有的如果真的跑到中央 那你人还是要补人 这个董事总是选完以后 看怎么调整 我们才做决定 台面上柯文哲表现淡定 台面下幕僚也将安排联系 澳美集团大中华区的 首席执行长庄史芬 放逸本身其实是 我们这个行业的 很重要的一个灵魂 这位神秘的执行长 目前担任北市府 智慧城市委员会的府外委员 也是柯文哲上任时 就曾征询过 出任副市长的女性人选 如今新任副手又从缺 政治素人柯文哲 面临人才库枯竭 会延览谁入府 引爆话题 雨电TV游家伟 沈永沛台北报道